《黑津 if you're not ready》 《黑津有效》 《破不了患》 《斗術才六道》那麼貴 是的 《破不了》 你下輩子也許比街才更好 也許這一切更差 每個人一生 我們已經很多事就這樣 但是从修正开始修行那一天 不因为你是任何 你现在的身份是任何 起点都是平等的 如果你之前都有修 那现在的起点可以做得好 你是说先有修 现在修得很好 是吧 起点 起点 在元土上跟你是一样的 没有谁起点 在本元上我们是一样的 是不是我放下往下 比你快也有可能 是吧 这个就叫修得快 但是那我也有个下决心 是不是 那我要不下决心放 那肯定排不上快不快 兔子跑得再快 他不跑 无论人家要爬到终点了 是不是 他不准备跑那里 是不是 每个人的姻缘不同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不要气 就是不要去觉得自己不行 相信自己可以的 这不是鼓励 是可以在佛的本质的 在佛的智慧里 一切平等 所有人都平等 在本元上是平等的 尤其修正这件事 也许如果是在这个世界上 盖一种房子 或者做一些事 你可能有的人人家很容易 有的人就不行 但成佛这件事 只要你发心 源头都一样 本来就是嘛 你只是回归的快慢而行 所以成佛这件事 你不要气来 没有什么 只要你愿意 都可以 所以你看 释迦牟尼佛当年的生团 生团里边 那有来自于很低的那些妓女啊 或者在街上 就是工作地位很低的那些奴隶啊 那些人 也有来自于皇族 贵族的 太子们啊 什么 平等的在他的生团里出家 平等的正安过 没有谁更快 不因为你出生好 你就更快 不是 不因为你聪明 你就更快 不是 是你愿意做 愿意 愿意放下妄想去做 愿意放下这个身心的幻境 就是你那一刻 你愿意 其实有时候 有点苦难 对修行是个好事 我们随心所欲 什么都拥有了 你说要 拥有那些东西 要放下多难啊 但是有时候不放 真的看不清 就是一直在里边转转转 它倒不是件坏事 这个世界 扶出来就 扶看我们这个世界 不是说哪个更坏 哪个更好 它所有让你放的 或者拿的 它只是说 你在里边迷失了 你在哪个里边迷失 你在这个里边就得停 比如说你在这个杯子里边 已经迷失了 它就让你先放下 它并不是说 这个杯子不好 这个杯子也可能也是 还不上好不好 它是说 你在这里边已经迷失了 你要承到 你现在停下来 站在这 外面看清楚 它就是个喝茶的 它就是个喝茶的 你就是 它就是个盛茶水的 你就是个喝茶的 OK 看清楚了 再喝 没问题了 但是你现在已经迷进去了 把这个杯子捧成个宝了 然后都舍不得拿它来喝茶了 不知道想把它干扫了 然后婆说你迷失了 快点 快点把这个杯子放在这 你逃关它 就是这样 旁观这个世界 我们把这个世界认为 怎样认为 那样 你已经在里边迷失了 乱想 说停 不要想 你静下来 坐在那 你闭上眼 甚至你闭上眼 你停下你的头脑 甚至把你的 对这个世界的 所求欲望 你先停下来 你先停一段时间 不是说 不让你 你全部停下来 甚至身体也不要动 不要跟这个 像陀螺一样转 你先停下来 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看清楚 然后翻过来再看看自己 看看这个世界 提一段时间 然后看清楚了 你再想做 你再说 问题是我们没看清楚 所以他需要个时间 所以佛是看清实相的人 他不是说他发现了啥 他是看清实相了 他先停下来 所以他现在山里边 休了六年 他那就是停下 从家庭里边走出来 停下来了 把彻底的出家里 他那个时候 他去山里边的目的 只是为了停的彻底 所以他回去了 他妻子说 你要啥我给你啥 你要闭关 我给你在后宫殿修个官房 你为啥跑到森林里修呢 对他来的太子 说你不想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可以屏蔽吗 我们不离开你 你想修行 我们给你在后边宫殿后边 你要多大的园林都给你批出来 让你去 你要种什么树我们都给你种上 你要苦行 我们提供所有苦行的工具 你为什么要跑掉呢 半夜骑着马出成条跑了 你何必呢 是不是 你跑到那儿 跟宫殿走过也不差十里地 你有必要吗 你不见我们了 是不是 你说你在皇宫修行 你要什么我们支持你啊 为啥你要跑掉呢 半夜三更的还逃了 是不是 而且他去当时那个苦行李修行 离他国家也不是很远嘛 是吧 对我们来说 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但有 跑得彻底 知道吧 离得彻底 就是他那个 其实是问题出现在 他那一刻那个心 他要留在皇宫里 你知道他会不断的 不断的 他话懂 你知道 他没有那么彻底 他会留恋的 他哪天不想明明 就跑出来了 出去了 他诱惑太多了 他没那么坚定 为了坚定自己的信念 他把眉毛气了 把头发气了 其实是为了坚定自己去 看清实相 我再回来 所以他去山里面留恋 看清实相 他回来了 回到皇宫 他妻子就跟他 问他这些话嘛 所以你不想 你在皇宫我也可以的 你不想见我们 我来带着孩子去 看你一眼嘛 是不是 他就怕这个嘛 最重要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不圆满嘛 他就所以 他就怕 他就走掉 停一段时间 停下来 并不是让你停下 工作生活学 对你来讲 就是停下对自己的认知 跟妄想 知道吧 从心心上先停下来 你可以去参访 可以去问很多老师 可以跟同学 师兄们聊天 但是停下自己 对自己的认可 认知 说哎呀 我是这样的 我是那样的 我不好 但是病是可以看的 病了也要看的 我不舒服 我可以去医院 打这吃药 但是呢 停下对自己的 绝望的 不开心的 那些 所有的那些 认知 不要不安 安坐下 虽然我知道 你还是很快 因为很多迷茫的东西 很多迷茫 而且很久了 很不开心 但是你能够安心的 坐在这 喝五分钟茶吗 这一刻 没有人逼迫你 没有人认可你 你也不需要别人认可 是吧 很多人你都不认识 你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了珠海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你为什么如此不安呢 这一刻又怎么样呢 生命也就几十年 就算不小 又差这五分钟吗 你为什么这五分钟 都不能安心 你想想 我只是让你 你在坐在这 很喜悦的 满心欢喜的 很满足的 这个世界别无所求 很满足的 喝五分钟茶水 有没有这种心态 这五分钟你是 不管自己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管自己是残疾的 还是一米八 还是料宅 还是不料 也不管这个世界的人 爱不爱我 也不管我爱不爱这个世界 什么都不想了 无此的满足的 喝五分钟茶水 然后呢 把这五分钟的状态 复制到你以后 生活的每一个地方 每一次 每一份美满 回去就想 当你不开心了 或者是你就 就想这五分钟 你是怎么过的 这就是修整安住 以这种状态来安住 去复制出来 然后想想 嗯 是啊 我那五分钟也过得蛮好的 这世界没把我毁灭掉 我的生命 那五分钟 为什么过得那么满足呢 只有我的头脑 没想那么多 你担心什么呢 死亡大家都会死的 你不用担心 大家反正都会死 是不是 是不是 又怎么呢 有的活三十年 有的活五十年 有的活八十年 就比我们多活 谁比谁多活几十年 又怎么样 生命为什么不过好 每一刹那每一天呢 对你来说 就就这一个 有很多很多未来的迷茫 有很多很多 有很多不满足 有很多的要 一团糟 心情上一团糟 有很多很多恐惧 有很多期望 而且对自己的不满足 觉得很多 太糟糕了 不太好 等等等等 现在全放下 什么也不要想 全放下 这就是修行 把他全放下 放到两边去 管他 不管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来到这个世界 管不了了 不知道怎么了 很多事的发生 不在你的可控范围 不知道怎么了 既然不知道 就管他呢 管他呢 是不是 就这样吧 得病我也去医院治了 手术也做了 也就这样 是不是 照了这镜子 觉得自己也就这样 能怎么样呢 这个世界 有人爱我就爱 没人爱我就这样了 我自己爱自己够了 是不是 你躺在那 然后呢 今天你坐在周海 来到了这个地方 坐在这儿 有茶喝 难道你不觉得 这是福报吗 为什么老想那些不好的 我今天 不管我以任何身份过来 我进了一个 陌生的地方 来到了 我谁都不认识 但是竟然有人 泡了一杯茶 放在我面前 还喝水 喝茶 而且坐在这样的 镇子上聊天 有人跟我聊天 你不觉得你很有福报吗 带着所有的满足 这个世界最幸福的感觉 喝这杯茶水 喝五分钟 然后你的 你未来的日子 经常就想 就这样过 知道吧 就到这五分钟 这样过 未来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 都是这五分钟 里集成的 我们的幸福 是复制出来的 哪有那么多 开心的事 为什么老想那些不开心 老想那些缺陷了 是不是 为什么不想你 此时此刻拥有的呢 你拥有你的聪明 你竟然能够 出灯感来到了周海 你拥有你的选择 是不是 你来了 坐在这儿 谁都不认识 你知道没有一个人 你认识过 都是 从来不认识的 你坐在这儿 有人给你倒茶 为什么你不认为 这是你的三邦 为什么不感恩 这个世界呢 为什么不感恩 这个世界是充满爱的 虽然这个地方 有点乱闸了 没关系 又怎么了 是不是 难道不应该满足吗 我们 你的生命里边 你处处会遇到很多爱的 只是你没察觉 因为你 觉得自己太有缺失了 或者自己不满足 但是这种不满足感 坐在这的时候 你感受不到这份爱的 你感受不到这里边 有爱在流动 有感恩在流动 有散报在流动 有很多很多 你圆满的东西在流动 你不知道 所以停下来 去喝茶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最坏也不就是我们病了 然后寿命不长 就这样了 所以说最坏也 我们已经很多坏了 你认为不好的 已经发生过了 又什么呢 我们去过医院 证过手术又怎么样 不管它是供业也吧 个业也吧 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接收了 帮库也打开过了 在医院待过了 又什么样 此时此刻 我们还能坐下来喝茶 很多人在医院讨仗还起不来呢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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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是啊 我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